不要老羡慕外国的美食 外国美食我不羡慕 我就羡慕您这手艺 这个呢 是剑波刚开的酥 这个呢 是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开出来的酥 这座配件啊 考验的是细心和耐心 那太好了 这两样我都没有 之前呢 已经用这个连绒馅 做好了一个头的形状 没有连绒 我用豆沙做了一个头的形状 我们会用这个酥 从上到下给它包住它 用酥皮里里外外包起来 包的时候呢 工作一定要轻 不能太使劲 完全不敢使劲 就发包废了 每一个配件呢 你看都非常的好食 还好吧 我做这个小配件 也就花了1800秒 仔细看它的切的刀法 看到到吗那纹路 哇太牛了 我的这个刀法更厉害 一般人是看不见的 目前为止啊 我们才将所有的配件 准备完成 我的配件也全部完成了 也就花了我六个小时 好可爱啊 好漂亮 哇 好可爱 好恐怖 现在温度140度了 咱们可以下锅炸了 精准控温 油温140度 我也下锅炸 哇 我的狮子 瞬间变异了 今天啊 我们也尽了我们所能 将醒诗书呈现给大家了 今天啊 用尽了我毕生所学 将醒诗书呈现给大家啦 拜拜